放眼娱乐圈能胜任东方甄选直播间的有谁 盘点这五位高学历有才华的明星能说服你吗 第一位 李健 毕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是华语院团的音乐诗人 杀手锏 行走的段子手有他在绝对能在幽默中学到知识 比如他可以用理科思维推荐保暖内衣 证明秋步男神不是白当的 更可以用他身后的文序功底 为家乡的武昌大名留下诗情画意 第二位 刘烈 毕于北京大学考古系是正在乘风破浪的姐姐 杀手锏作为澳美公司的广告创业总监 古今中外都为他所用 留点可以用追本素缘的专业素养 深挖每一款农产品的由来和历史 还可以用他擅长的制作PPT的技能 将深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第三位 尚文杰 毕于复旦大学法语系 曾是上海排名前五的同声传译 杀手锏精通英文和法语眼光毒辣 你知道吗 其实尚文杰曾担任过新东方的首席法语明星教师 欧美的文学名著很适合他介绍 他可以边展示书籍边教浪漫的法语 第四位 林志玲 毕于全球排名前30的多伦多大学西方美术史和经济学系 是娱乐圈双双都超在线的美女 杀手锏 模特魅力和甜美的声音 志玲姐姐的清唱课你一定愿听 他可以用英文讲解牛排羊排和他们拥抱后 再来一句猛猛加油 绝对会让人下单时都觉得美滋滋的 第五位 刘亦菲 她是董雨辉的女神 在直播间多次被cue到 如果能来那真的是追星的高级形势 杀手锏 英语流利 能歌善舞 牛奶 水果 冰淇淋等酸酸甜甜的产品 都与刘亦菲的气质适配度极高 再加上董老师在一旁走心讲解 那真是视觉和心灵的双重享受 怎么样 以上五位可以去东方甄选的直播间吗 还有谁可以来梦画联动 评论区我们讨论讨论